给我8万块钱预算买一台宝马 这时候你可能想到了宝马三系 你可能买不到好的f系列的宝马武器 更不用想了 弄一台宝马一系 前后车还小那怎么办 只能研究一个老咕噜棒子 老款的宝马差异 然后呢 这台宝马差异是15年上牌的 用的发动机是n20的 不是早期老款的n46或者是n52 然后n20发动机14年之后的稳定性相当不错 但是对于一台二手宝马来讲 很多人有顾虑 什么顾虑呢 就是买回去之后怕这台车不省心 到处漏油到处坏 但是这个点你切记 以这台车来算 八年车龄它到现在一共行驶了 时表跑了不到8万公里 7万多公里一个里程数 就符合了比较舒服的一台二手车的公里数 就是一年行驶不到1万公里的这个里程数 就很逮劲 然后你觉得一台宝马生产出来 10万公里的时候会让你修冒烟 15万公里到20万公里能让你修的轻家荡产 那有点不现实了 兄弟们除非你对这台车不好 而且找了一个不懂它的人去修它 有的车它不是开坏的 是修坏的 只有这些个可能 使得一台宝马给你无尽的添堵 无尽的疲惫 正常来讲的话 只要是全程带记录的 或者是找一个宝马专修店 去正常进行保养的 勤保养的 三分靠修七分靠养的这种车 你不用太过担心 真如果说宝马的车 10万公里就得开报费 你切记可能宝马找黄了 对吧 然后作为一台E系列的车型 它的底盘用料 咱们毋庸置疑 很板着 随着F系列已经淘汰 然后呢 现在的G系列也走到了中期 回顾一下老款的E系列 满满灯灯 就是拿料给你堆出来的车 这一点兄弟们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可以在评论区咱们互相抬抬抬杠 然后作为一台重置后取宝马X1第一代 它牺牲了什么 就是它的后拍空间 虽然这台N20发动机 它是低功率的 但它也是N20啊 8万块钱N20发动机 你想过没有 15年的宝马X5X6 搭载的也是N20的发动机 只不过是28A的高功率 你想想 宝马X5X6多少钱 用宝马X5X6它的零头8万块钱 就能买这么一台宝马X1 而且它的整体机械数字也并不差 也是8AT的变速箱 然后呢 一系列的底盘 如果说你没玩过 你可以去研究一台 试一试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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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